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蜀南似绝之一 珠海之乡 你看到没有在我身旁 大片大片的竹林 景色非常的宜人 空气非常的清新 有一个人就是借着这样的资源 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农家乐 并且发展得非常的好 这个人是谁呢 我现在就带大家找去 老刘 老刘 我们今天的故事的主人公老刘 老刘 老刘同志这个比较顽皮 你看一看 哎呀太顽皮了你 加油 这个是迄今为止 我见到的这个 最霸气的主人公的出场方式 来了 刘同志 刘先生您好 欢迎欢迎 我这个出场方式太霸气了 我刚刚在这里去看看我的丫子 刘勇 四川省宜宾市新闻线人 在博王山下 开办鱼岛农家乐近五年 年收入二十多万元 我们来到刘勇的鱼岛农家乐 正赶上他最忙的时候 因为快过年了 按照当地的风俗 要杀年猪了 也叫刨猪宴 这个是当地的传统风俗 过两天 刘勇要接待一个户外俱乐部的会员 齐聚一堂 品尝传统美食 一起庆祝新年的到来 好消息 老刘他们家要杀年猪了 要说杀年猪这个事 在他们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大的 非常隆重的事 现在老刘他们家 你看这个院子里 已经张灯材材起来了 就等着要杀年猪了 要说到杀年猪 我跟你说 猪是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猪的肉好不好 就决定了年猪 杀完了之后 大家能不能过得开心和快乐 这个刨猪院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是之前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们要把它完成 什么工作呢 就是咱们得 谁有猪吧 是吧 你看今天这个地方 全都是猪 也猪啊 哎呀 妈山变也全都是 我这是看着眼花缭乱的 看不过来了 这个猪估计应该不错 是吧 咱们应该抓哪头呢 我就找人 我就先问 我们的猪啊 我们的猪啊 就是本地的那个无尽猪 白天就放在这山上 然后用它的分辨 给这个草 还有这个 我们在种的种的这种草 吃肥 然后猪又吃这个草 进去外边的那个肥料 进来以后影响我们猪的肉质 这猪特别特别好 那您给建议建议 你看我们不是要开个刨猪宴吗 这个我们想来这儿逮一头 应该逮哪一头呢 你给那个指指 指指我们待会有专人去抓呀 你给我学一头 那个 那个体型很好 肉质底下 刘先生准备好了吗 对 准备好了 你指我们就去抓 好 就这 三二一出发 来一头 这么快就抓着了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刘勇的农庄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着两天之后 户外俱乐部的客人光临了 这个等待的时间 我们不妨到附近的 著名博王山景区 却体验一下 鼠男四角之一 竹海的魅力 到了竹海之家呢 有一件东西一定不能错过 那就是得吃竹锁 在这个季节呢 冬锁是最新鲜的 你比如说对于北方人来讲 那样吃个新鲜的锁 那是太难太难的一件事 所以对于从北方来的我来讲 我们这样的机会是绝对不能够错过 看我今天挖走一个队伍 多么的好大 大家都着急啊 等会我呀 走得快啊 穿南竹海 正是名不虚传 一百多公里的山间竹林 茂密的南竹覆盖了山岗和沟壑 看着厚厚的竹叶 软软的让人忍不住要躺在上面 不过我们今天不是来睡觉的 我们还有一项十分有意思的活动 挖损比赛 大家请自由选择啊 自由选择 选择老刘的请站到那边去 选择我呢 请站到这边来 选择老刘的咱们就永世不相往来了 你看还是有眼睛血亮的群众吧 我们这边就一个女同志都没有啊 那你站的界线明显一点吧 你站到界线上这个事 好了 那这边是我们一派 这边是我们一派是吧 现在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十分钟倒计时啊 三二一出发 出发 赶紧赶紧赶紧 拆春术捶宾的热情十分高涨 很快就分头开始寻找 这个 但是我们的主持人却不知从何处下手 这漫山遍野的竹子到不上 可是笋怎么一个也看不见呢 按驄 找锋呢 它还是有技巧 不同种类的组 这个找起来 可能手法还是不太一样 你看人家都挖起来 我那是咋没有挖起来 我这叶子很轻的 然后往那边清洗的话 下面就有这个竹子 你看你看它就根据这个竹子 红色的洋光充沛 然后下面就有这个竹子 而且肥很大的一个 往哪边清洁的 哪边底下就有这个竹子 是吧 你这样挖到油锅 这个大 这个大 来来来 挖开开点 后边挖开点 你看人家挖都是有章法的 是吧 我可以打个下手 它把哪儿挖平了 我再给它填回去 把哪儿挖平了 我给它填回去 可以起了吗 起了 好 这是我来了 你把这个拿 你去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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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刚才那段都给掐了 这是我挖出来的 大家太捧场了 你看这个 这个很快 哎呀 这个你挖得很好啊 很完整 你看这个挖得真的 挖得很完整 你也挖得很好 这个长的速度应该挺快吧 这个长的是很慢 这个长的慢 因为冬笋它不出土 为什么冬笋这么好吃 它就是它不出土 它永远是在这个土壤里面 所以它这个很冷 你比如像生的就可以吃很冷 哦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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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刘战国怎么样啊 哇 你们输定了 你们输定了 是吧 你看我的 来来 你看这个 你看你看 你看 哇 你们那给存好了啊 别让我发现 存好了 还都还都还都 他们都不知道 我跟你说啊 我为了保证我们这组能 能领先能赢了 你看 组长 你看 我先存在货底了 这就叫先见之明 有领导才华 是吧 嘿 我做好准备怎么能行呢 短暂的挖损比赛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收获吧 来现在可以停了一下了是吧 这十分钟的时间 大家都已经忙完了啊 每个人呢都很开心 是不是 当然我觉得这个 还是活动第一 比赛第二吧 因为 在数量上你看 虽然我们没有他们多吧 但是我们这个个头 还是挺大的 是不是 来来给个欢呼声 我们组来 他们组呢 这个个头上呢 虽然小一点 但是数量上 还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吧 所以他们组来欢呼一下 来 这鲜嫩嫩的小冬笋 实在让人喜爱 大家决定 今天中午的午饭 就吃自己挖的这些冬笋 《常常仙》 博王山 除了半山遍野的主海 还有一处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那就是这里的水资源 十分丰富 十分适合各种野生鱼类的生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国家保护动物娃娃鱼 据说曾经有人在博王山 听到过娃娃鱼的叫声 一些游客听说之后 跃跃欲试 缠着刘勇带他们到博王山走一走 一来游览一下美丽的风光 另外也尝试寻找 传说中的娃娃鱼 有人说 在这个大的区域 在这个地方 曾经听到过娃娃鱼的叫声 娃娃鱼 国家珍惜动物 听过他们的叫声 在这个地方我想 只有可能找到娃娃鱼 博王山一路美景不断 这里夏天气温只有二十六七度 是纳凉避暑的绝佳之地 每年也都吸引了很多外地的老人 来这里避暑 一住就是一两个月 博王山山心悦目的美景 让人心旷神仪 不过这茫茫竹海 要想找到传说中的野生娃娃鱼 无异于大海捞针 天校亲们 你们今天有这个运气吗 走到现在为止呢 虽然很累 但是也有一个确切的可靠的消息啊 就他们跟我讲了 说呢 其实像我们现在身边的这样的环境呢 是娃娃鱼最喜欢的生活环境 像这样有水的地方 有阴暗的地方 水温比较低 光线照不到 这就是娃娃鱼最最最喜欢的生活的地方 随着寻访娃娃鱼的进程越来越深入 主持人心里越来越没底 走了半天 不但没有任何娃娃鱼的踪迹 就连人也难得遇见一个 心里有点发慌 走了半天 总算看了个人了 当然还有摄像大叔 那你这大叔 你好 你好猫的 猫的 这有娃娃鱼吗 大叔 有 娃娃鱼 所以我能想跟在天大叔有百多年一起抓得过 一百多年一起抓得过 对 最近只一百年没听说过有没有抓到的 现在还没听说过 还没听说过 哎呀这信息听了 是吧 对 那你抓得过你见过吗 见过 你见过 我天大叔没见过 听过没见过是吧 大家走了半天 已经疲惫不堪 可是娃娃鱼根本就没有踪迹 这时候已经快走到山脚下了 如果再找不到 我们今天的寻找就要宣告结束了 大家只能接受无功而返的现实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来到了一个深入地下数十米的天坑 我们沿着几乎垂直的台阶 谨慎下行 这是一个地下洞穴 黑暗潮湿 是娃娃鱼理想的生活环境 那么娃娃鱼会不会在这里出现呢 大家开始仔细寻找 在经历了一段黑暗之后 前方突然传来了一声兴奋的呼喊 大家顿时忘记了一天的皮脑 记得 defic skilled传奇 今天能看到野生娃娃鱼 所有人都是喜出望外 野生娃娃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我们决定不再打倒它 让它继续获着引之山林 自由自在的生活 盖上石板之后 大家原路返回 这一天的行程十分辛苦 但是留给我们的都是美好的记忆 寻找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转眼就到了杀年猪的日子 那会是怎样的一个热闹场面呢 因为刨猪宴定在中午 因此老刘早早地就起来准备 可眼看着日上三干 这杀年猪的工作却迟迟没有开始 这是怎么回事呢 要杀猪了啊 来的三安的乡亲们都已经沸腾了 你看这些人 你看这些人 我等了杀猪的师傅 杀猪的师傅据说是快乐 从山那头飘过来的一个影子 好像是杀猪的师傅 好像是 杀猪的师傅已经到位了 这猪可以开始杀了吧 万事俱备可以杀猪了 这猪也绑好了 可是这杀猪师傅怎么迟迟不动手呢 他还干什么 原来按照当地的风俗 杀猪的师傅 要给主人家说上几句吉利话 然后等着主人给红包 吉利话越多 主人越高兴 等着红包就越多了 好了吉利话说完了 可以开始杀猪了 这猪杀猪好了 就开始做刨猪宴了 最重要的是 这刨猪汤 所有猪的部分都有 一块也不缺 象征着来年的生活 十全十美 我想告诉你 看原来人了 为什么 吃了什么 吃了什么 我就是吃了什么 放在微杉 来说 你可以从他开ине 来说呢 去吃了什么 去吃了什么 哎呀 八次残了 每年吃一次 每年每年也一次 最喜欢哪个菜 这个菜 叫什么 这个叫莲珠汤 我们都叫莲珠汤 这是头牌 对 我都喜欢 来来来来 这个杀莲珠是我们新闻的 当地的这种熟悉 我们杀两头猪 主要就是猪杀了 中午就吃掉 然后剩余的就抽奖 运气好的抽到猪头 猪到猪尾的猪尾 二刀肉就最好的 你想要猪肉吗 想要 这个黑山猪很好吃的 那你想要什么部分 想要猪头还有猪尾 为什么 这个有头有尾的 是很好的 猪尾吗 为什么 我喜欢吃 我想要 我是想要猪子 哈哈哈哈 慢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走 走 走 没有 查不嗨了 嗨 Spot 來 Dot 囉 阿姨 阿姨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呦 我现在是一队猪蹄 你为什么得了一队啊 我手里好啊 我的吃饭补饭 今天我洗干起来的 所以说今天我就把我猪蹄 来 对不对 看你行 猪蹄好 你喜欢猪蹄 他喜欢猪蹄 对对对 刘勇的农家乐 如今已经办的是 风生水起 红红火火 每逢周末和节假日 都是由人如知 不过农家乐开办之初 生意冷清 门可罗雀 如何经营农家乐 也曾让刘勇大伤脑筋 于是老刘开始琢磨 怎么才能吸引人来呢 他想到了要增加一些娱乐休闲的设施 关键的问题是 这个时候的老刘 他手里头 没有钱呀 俗话说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老刘当初要改造农家乐的硬件时 缺钱 这时候 他想到了自己家的房子 他想把自己的房子卖了 这很自然引起了妻子的担心 本来作为女性来说 非常想要一个家 一个稳定的家 但是呢 因为我们确实没必翻那个 搞资金了 所以后来就说 就考虑还是把那个房子先卖了 先住 卖房子还只是刘永东的心思之一 为了搞好经营 他还要在农庄里建一个亭子 水车 横栽植物园和跟雕馆 让游人休闲 说到跟雕 这个想法在当时 也很难让人理解 这些东西 应该在县城里做个门脸 当街售卖才好 放在远离闹市的农家乐里 能卖出去吗 当时的反对意见也很多 面对妻子和员工的不理解 刘永不断反思 因为自己的决定举足轻重 经过多方考察和再三考虑 刘永坚持认为 投资这些项目 能帮助农家乐吸引游客 事实证明 他的想法是对的 这些项目的进程 为游客提供多一个休闲游览的项目 丰富农家乐的休闲体验 现在游客在刘永的鱼岛农家乐 可以钓鱼 划竹法 献上盘栽 根雕 场地的成功建设 让农家乐不再是单调的代名词 这天下午 早刘特意邀请户外自行车俱乐部的成员 进行一场自行车比赛 人家要赚 别跑 我别留了 我还打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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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不反思 要要 他还打一会 受到现场气氛的感染 主持人天孝也来充其热闹 我们最后一个要准 给我们主持人国小床 准备 来 谁 我们跟两小朋友交交流 小床 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 终于人家输了 他也掉了 看得出来老刘呢 在自己的农家乐里头投注了巨大的心思 他把他的博物院 也就是根雕馆的 没有放在城里头 而是放在自己的农家乐里头 他在这里头挖鱼塘 在水上又修竹梁亭 同时还把很多的盆栽盆景 也放到农家乐里面 所以就使得自己的农家乐的发展 别致而又独到 是神兰城 天鹏 你都会 Has帅 我早上的冰冰 我早上的冰冰